先为大家介绍另外一种技术说法 我们称为逆半身骗手曲小手版 就是单手装单手 先为大家完成为了 对方单手装着单手 采用这样的方式握住手腕部的时候 我们采用一种方法 先翻转你的手掌 掌心朝上 翻转一下 这样改变对方的把位的位置 然后我们的另外一只手做扶住 从下面过来 四个指头抓住对方的拇指柱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采用拖手法 向对方的手指的空隙间这样进行拖把 这个下面的手要往下用力翻转 上面的手这样旋转 拖手 再来试一下 好 另外一只手抓住 下面的手抓住 四个手指 上面的手做旋转 拖手 然后顺着对方的手指的方向 然后顺着对方的手指的方向 做拖拖 当然一定要注意距离啊 这时候对方还没有啊 当对方抓住手腕部的时候 我的手掌要做一个翻转 掌心朝上 这是第一个 那下面的手呢 同样 刚才我们在做相半身偏手取 小手腕的时候我们讲过 拇指顶在对方的无名指和小拇指 这个指尖要顶住 另一边呢 四个手指要握住对方的拇指肚 这个地方位置 这样翻转对方的手 才能保证有效性 在这样弯曲的时候 抓住 上面的手要做旋拧 如果对方力量比较大 我们可以握成拳 旋转出来 但是呢不要逃脱这么远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后续动作 仅仅解脱开就可以了 对方要出手的时候 这是我们可以行判的 或者呢我脱手以后 我们还有后续打击动作 离开对方的手 一定要把力量 力量点集中在对方的手腕部 就是我们说的 拿起一点空气全身了 大家的力量要集中在对方的手腕部 仅仅是拧动他的手腕部 不要去拧动对方的中关节或者肩关节 我们不允许他的这样大的力量去作用 要把力量注意力全都集中在手腕部 拧动对方的手腕部 传在高 然后身体的体位 出在对方的头领的上方 不要到这边来 到这边的地方的脚 我们就进一步的麻烦 我们就出在这样的位置 这样为我们下部的动作做准确 下面进一步为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逆半身弹手曲小手板 在使用的时候注意的一些事项 当上抓住的时候 你要同时反应 不能这样去做分布分解的动作 我们指的是同时 但是呢 一定要眼睛看着对方 防止对方的另外一个手或者脚的动作 这样的要求 你首先要什么 同时距离 有效的距离控制对方说说 我们都有效 这样避免弄大的麻烦 所以我们要在第一时间 避开对方的攻击路线 解脱 我们可以带一条鸡 或者我们其他的手法 包括脚法 你都可以学习用 下面为大家 完整展示一下 一半身弹手曲小手板 左右手的技术 接下来 就得到 这个手来了 Men 还可以 也是 在 这一半身防津